我要感谢我的妈妈 我的祖母 还有我 岳母把这么好的妻子送 跟我结成牵手 永和模范父亲得奖人 连汉亲被问起 获选为模范父亲的想法 第一个就是感谢了 包括自己的阿公阿嬷 还有妈妈和岳母等人 心怀感恩 因为数十年前 会认识在诊所工作的妻子 就是长辈们为她牵起的好缘分 而她的太太则表示 当年的媒妁资源 让她嫁给一个好老公好爸爸 而且是没得挑剔的一百分 小孩都在家里 我没有骑车都在家 每天早上就带孩子去搭家 学校又去搭家 一直都搭集人小学 放在这边去 如果这一帮我 都会在家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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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学 跟孩子大学 就去搭家里面 很小的都会在家里面 是一个好爸爸 老公 老公 有责任 对家里有责任 小孩 太太都很照顾 教育方面 我是非常地注重 从小我都替他们选择学校 然后给他们科业的指导 为了在教育上 为了使人跟他亲近的相处 跟老师的互动 让小孩有正当的学习环境 让他有国际观 让他有学习成长的快乐 我都随时参与他们的教学 甚至在学校当导父义工 家长会 毕业的成果 还是他的学生什么的 我都会随时在他们的身旁 前的那个老里长 那个郭泰平郭里长 他用的都是我们保安里的精英 所以他留下来的这些资源 是很好的资源 我们怎么可以随便判掉 林漢清凡是以身作者肯付出 推荐他角逐模范父亲的保安 管理里长许晨阳表示 从他担任里长开始 前阶前里长的领长团队 这么多年来 担任领长的林漢清 可以说是他最好的帮手 协助里内的事务运作 担任巡守队的队长克敬齐哲 再加上对家庭的付出 因为模范父亲接受表扬 从以前我们的老里长 他做了16年 又在我担任里长做了六届 六届又多加一年 所以他做了25年 他总共做41年的领长 所以说你看他多么重要 而且我们这里很多事情 都要靠他来帮忙协调 尤其是我刚刚开始当里长的时候 太多太多的事情 都要请我们汉清凡来帮我们协助 而且现在他又是我们的 那个巡守队的班长 所以他已经是有巡守队到现在 他都做班长 而且把他们那些 我们的巡守队的义工 带得都很好 大家都对他很幸福 对他很福气 对 现在他的热心公益 就是我们消防队的顾问 出钱出力 又很孝顺父母 那个老妈妈现在已经96岁了 他还是这样再进再出 非常孝顺 我这个大嫂哥大哥 都很孝顺他的妈妈 这个非常好 给我们下一代很好的歧视 把事情做好是林汉清的坚持 不管是当爸爸还是一家支主 或是保安里的领长 就是要把所有的事情尽心尽力做好 这些事情孩子都会看在心里面 所谓的身教重于言教 而他相信三个侄女长大后 也会兼顾事业和家庭来努力 打拼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记者林立如永和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记者 β consideration 都可以这样子 晚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